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源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一年比一年旺,不出三年,身价破千万的生肖。 生肖兔,属兔的朋友,可能在今年发展得不太如意,不过属兔人,生来就是有福之人,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最终都能逢凶化吉。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,他们吉星庇佑,所有的苦难都会过去,时来运转,能轻轻松松发大财,短短三年时间就能有房有车,身价翻倍,让人羡慕不已。 生肖蛇,属蛇的朋友,在未来三年里运势大涨,财运水涨船高,一年过得比一年滋润,不仅事业上能取得巨大成功,生活中也能喜事不断,以往的霉运烟消云淡,好运接踵而至,存款会越积越多,要不了多久就能富价一方,成为身价千万的富豪。 生肖马,属马的朋友在未来三年里,不管是偏财,还是正财都能大丰收。 在收获正财的同时,意外之财也会源源不断,短短三年时间里,足以赚得百万千万,生活得到质的飞跃,摇身一变成为富翁。 以后的日子锦衣玉食,享福不尽,属鸡人,出生在鸡年的人,他们对工作认真负责,能得到领导的器重。 天生头脑聪明又敏捷,可以把握现实中的一切变化。 特别是投资方面最有天赋,只要发现商鸡就能从中得利。 最近这三年发财的机遇特别多,对生肖鸡来说更是大好的机会。 转足千万不在话下。 属牛人,出生在牛年的人他们,会有上天派来的福星观照,一生吃穿不愁。 在最近的三年里,还有正财极星的入命,使他们的好运提升,得到贵人的提拔。 事业上顺利无阻,财富不断,仅三年时间,就能轻松赚足上千万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,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天生命好待福星。 一生从不缺贵人帮的生肖。 俗话说,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。 朋友就是贵人。 有时候是亲朋好友,有时候是上司。 领导也有时候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。 他们既是自己的人脉,更是前脉。 今天来为大家揭秘。 命带天仪、悦德等贵人。 走到哪里都有。 贵人相助的生肖有哪些? 一、生肖猴。 生肖猴的人性格外像。 活泼、机灵。 为人也叫大度。 很少与人斤斤计较。 这让他们身边,从来不缺真心朋友。 另外,命带天仪贵人。 欲加使他们欲是有人帮。 危难有人救。 走到哪? 哪都能得贵人住。 二、生肖猴。 生肖猴的人洒脱、奔放。 无拘无束。 做事雷厉风行,果断有魄力。 尤其是在直转。 或官场上生肖猴的人。 深得下属和上级的欣赏。 所以做事总能得到。 伯乐和贵人的赏识。 在晋升和加薪等关键时候。 他们总能伸手拉一把。 另外,生肖猴的人命带月得贵人。 在有难时也从不缺人帮助。 三、生肖狗。 忠诚、正直、正义、善良。 敢爱敢恨。 爱憎分明。 为人坦诚。 光看这些优点。 就知道真性情的肖狗的朋友。 身边绝对不会缺朋友。 在平时。 生肖狗的人。 总为别人打抱不平、伸张正义。 说公正话、做实事。 那么在他们遇事的时候。 大家自然会头挑暴力。 另外,肖狗人命带月贵。 更是处处逢贵人。 四、生肖猪。 体贴、细腻、宽怀。 大度、包容。 生肖猪的朋友做事踏实。 诚恳可靠、能跟人交心。 所以非常得到。 朋友的信任和深交。 这些朋友,当然也都是他们的贵人。 小猪命带天意。 欲试总能逢凶化吉。 心想事成。 好运当头。 砍完扩散。 过了一小时必须翻身。 鼠羊大笔静财。 鼠马病痛痊愈。 鼠猴咸鱼翻身。 鼠牛财情两收。 鼠龙财源广进。 鼠鼠财源翻身。 财情双收。 鼠蛇贵人出现。 鼠鸡财源滚滚。 鼠狗订单大增。 鼠猪财运大旺。 鼠虎咽欲发生。 鼠兔事业超顺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是因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。 所求如意。 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。 幸福如意。 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。 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。 生意兴隆。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。 寿笔南山。 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。 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生肖鼠蛇注意。 2024年可能是你福运的转折点。 生肖鼠蛇的人。 往往被认为是智慧。 机智而又深思熟虑的代表。 然而, 在2024年这个年份中。 蛇年出生的人。 将迎来一次重大的转折点。 正所谓十年树木。 百年树人。 2024年将是他们事业。 财运和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。 迎来转机的重要一年。 一、职场转型。 展现出色的领导才能。 蛇年人在2024年。 将会面临职场转型的机会。 他们的领导才能。 将得到更多的展示和发挥。 这一年。 他们将有机会接触到。 更高层次的工作机会。 从而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。 通过充分发挥。 自己的智慧和眼光。 他们将能够在团队中。 展现出色的领导才能。 带领团队取得更大的成绩。 二、财运回暖。 稳定增长的财富来源。 2024年对于蛇年人来说。 是一个财运回暖的重要节点。 三、人际关系升温。 建立更牢固的人脉网络。 2024年。 蛇年人的人际关系。 将迎来升温的时期。 在这一年中。 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。 结识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。 并与之建立。 更牢固的人脉网络。 通过与这些。 优秀人士的交流与学习。 蛇年人将能够。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 并为未来的发展。 积累更多的资源。 四、事业突破。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 2024年对于蛇年人来说。 将是一个事业突破的关键时刻。 在这一年中。 他们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。 可以有机会挑战自己。 并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。 通过积极主动的寻找。 并把握这些机遇。 蛇年人将能够。 迈向事业的新高度。 五、家庭和谐。 建立更紧密的亲情关系。 2024年。 蛇年人将有机会在家庭中。 建立更紧密的亲情关系。 2024年。 蛇年人将有机会在家庭中。 建立更紧密的亲情关系。 在这一年中。 他们将能够更多地。 投入到家庭中。 并与家人共同分享。 生活的喜悦和困难。 通过主动沟通。 真诚关心。 蛇年人将能够让家庭关系。 更加和谐融洽。 营造出一个温暖的家庭氛围。 六、个人成长。 开启新的自我探索之旅。 2024年对于蛇年人来说。 将是个人成长的重要一年。 他们将有机会。 开启新的自我探索之旅。 在这个过程中。 他们将不断学习、成长。 并且逐渐发现自己的潜力和优势。 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和提升。 蛇年人将能够迎接。 更多为之挑战。 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。 七、健康保障。 注意自身身体健康。 2024年对于蛇年人来说。 需要特别注意。 自身的身体健康。 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。 他们容易忽略。 对自己身体的保护。 因此,建议蛇年人加强锻炼。 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。 并定期进行身体检查。 以确保自身的健康状况。 建议与提示。 蛇年人要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。 不断学习并且积极主动地承担更多责任。 在投资和财务管理上。 要保持冷静。 谨慎做出决策。 以稳健的方式积累财富。 蛇年人要积极主动地。 与他人交流和合作。 建立更广泛的人脉关系。 对于事业发展的机遇。 蛇年人要敢于挑战自我。 并且不断追求进步和突破。 注意家庭的重要性。 与家人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关系。 共同创造温馨幸福的家庭氛围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笑口常开生意兴隆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。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 大家好。 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。 六、大声笑八月底。 必有一笔横财。 生活的条件好了。 机遇也就来了。 人要放平心态。 在生活中。 总能遇见转机的时刻。 八月已经过半了。 相信很多朋友的好运。 也将在这个时候姗姗来迟。 以下几个生肖。 他们在八月过半的时候。 机遇来到眼前。 好运也源源不断。 生活有相当大的转变。 首先自己。 就会看到更高的收入。 生肖鸡。 六大生肖八月底。 必有一笔横财。 生肖鸡的人天生。 就非常的稳重乐观。 而且也拥有进取心。 他们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。 面对自己。 拥有的东西很珍惜。 在生活之中。 也时时刻刻把握机会。 他们不会求别人。 也不会白白的钱等。 更能在过日子的同时。 找准规律。 收获经验。 今年八月过半。 好运气就来到了。 他们得到的支持不止一点点。 而且收入持续提高。 幸福生活将摆在眼前。 而他们也会在。 许多贵人的帮助之中。 得到更好的发展。 赚钱越来越多。 运气越来越好。 生肖羊。 六、大生肖八月底。 必有一笔横财。 属羊的人拥有比较大的胆量。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。 他们平日里一直在。 默默地观察机遇。 不会白白浪费时间成本。 他们也是拥有。 很降判断力的人。 可以非常顺利地发展起来。 在今年之内。 下半年的成长就非常快。 赚钱也越来越多。 从八月开始。 生意兴隆。 事业旺盛。 八月过半之后。 他们更能得到贵人帮助。 运气风生水起。 往后不再穷。 也不再受苦受难。 生肖马六大生肖八月底。 必有一笔横财。 属马的人。 性格非常的坚强。 而且很有勇气。 他们在生活之中。 对别人都非常关照。 有时倒是不太关心。 自己的感受。 所以他们能得到。 许多朋友的帮忙。 自己也拥有良好的贵人欲。 他们在今年的日子里。 相当有进步。 八月、十六、日之后。 他们的财运相当宏货。 做大生意。 小生意都有希望扩大规模。 与此同时。 他们的发展也将加快。 有许许多多的门道。 等住他们去闯荡。 而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。 也将变得更加精彩。 生活相当红或热闹。 生肖猪属猪的人。 拥有比较乐观的性格。 他们在任何一个时候。 都能够珍惜。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 并且善待自己的朋友和家人。 再加上他们自己。 也比较有眼光。 做出的选择。 往往都是正确的。 所以他们在今年。 发展虽然有些慢。 却可以很稳定地进行。 今年下半年的八月份。 将是他们的黄金时期。 过了八月十六号之后。 财运进一步地提升。 生活压力减小。 万事没有后顾之忧。 属猪的人。 能有更加快乐的心情。 过好每一天。 生肖狗。 六大生肖八月底。 必有一笔横财。 属狗的人做事。 都比较有恒心和毅力。 他们不会轻易被外力影响。 而且在过日子的同时。 也非常有眼光。 他们想到的事情。 总能慢慢地做到。 不会让自己停下脚步。 今年八月到九月期间。 他们的积累越来越有效果。 而且在前期所有的付出。 都能得到回报。 所以八月底到九月初期间。 他们能在职场上翻身。 更扩大自己的生意。 和事业规模。 不管做什么。 都有更好的效率。 再加上他们不会再交错朋友。 也不会受到小人的诱惑。 所以这段时间堪称黄金时期。 好运将会一直延续到年底。 生肖兔的人非常的有头脑。 而且他们。 也是一个十分有眼光。 有眼界的人。 在现实生活之中。 他们的想法特别好。 而且还能为身边人。 提供很有用的经验和意见。 所以他们会成为。 大家都信任的人。 要想发展起来也不会太困难。 八月底到九月初期间。 自身进步更大。 而且赚钱的数字会一直增加。 他们在存款方面。 有相当大的进步。 而自己平日里。 本来就不爱乱花钱。 所以可以让。 生活持续地悄悄富裕。 未来更能得到。 许许多多的好发展。 最黄金的时期。 就在九月的前半部分。 他们的进步水准格外高。 而且让家庭。 也跟住富裕了起来。 好生活尽在眼前。 没啥压力。 生肖猴。 六大生肖八月底。 必有一笔横财。 属猴的人智慧不差。 而且性格特别的八面玲珑。 他们如果要想翻身。 一定不会紧紧。 只靠自己个人的力量。 而是可以找到身边。 种种社交关系。 为自己开辟道路。 他们也能够用实力。 征服大家的判断。 成为一个得到。 众人认可的人。 而且他们在今年的。 八月到九月期间。 好运进一步的升温。 更能够拥有理想资源。 他们之前做任何事。 做的都不是太理想。 但却可以在这个时候。 达到最好的状态。 他们的风生水起。 让人羡慕。 但却不是偶然。 自身的头脑。 发挥了最大作用。 此后赚钱也将更有效率。 日子哪怕再苦。 到这个时候。 也应该全部结束了。 生肖机。 生肖机的人是一个。 在事业能力上很强的人。 他们为人处事也非常的厉害。 生肖机的人。 几乎能够轻轻松松的。 就把自己的人员搞得非常好。 从八月份开始。 他们在事业上升得非常快。 毕竟有了。 这么好的人员作为基础。 而且他们做事情眼光很准。 做事情决断力也非常的强。 所以他们在事业。 上升的速度很快。 并且当世界上有一份。 百万机会在眼前的话。 消极人一定能够抓住了。 他们能够利用这次机会。 让自己身价迅速提上去。 身价过亿是有可能的。 他们也能利用这次机会。 给自己赚到钱。 并且这次机会。 还会影响到之后的事业。 让他们事业。 有助洪祸的财运。 生肖牛的朋友。 前一段时间受煞心的影响。 财运不是特别的好。 生活也不是很顺心。 事业平平。 不过不要紧。 从八月份开始。 生肖牛的朋友。 将要闲鱼翻身了。 财博功德天摇极星的庇佑。 届时运势逆。 只要好好地把握住机会。 短短的时间内就能转平为富。 此外,生肖牛的朋友。 将遇到各种发财的机会。 到年底的时候。 就能身家千百万。 一辈子吃喝不愁。 生肖羊的人在八月运势很旺。 他们在事业上。 将会得到领导的认可。 升职有望事业顺利。 今年八月份。 生肖羊的人工作起来进步大。 只要能够把握住机会。 就能够飞黄腾达。 本月正财稳。 偏财理想。 可能一不小心。 就能够收获意外横财。 短短时间就赚到了一大笔钱。 建议可以拿出。 小部分进行理财。 才能钱生钱。 八月份下旬开始。 生肖羊的人富贵无忧。 职场上也能够升职加薪。 数钱数到首抽金。 生肖数的人进入八月份。 有五路财神相助。 你们也是能够开拓。 属于自己的财富天空。 因为如果你们想要成功。 就坚持自己的信念。 坚持自己的努力。 就能够开拓。 属于自己的财富。 那时你们的日子。 过得无比顺心如意。 八月份开始。 你们能够步步高升。 是你们的事业。 走入人生的正财心。 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。 八月份开始。 一切向着幸福去发展。 做什么事情。 都开始顺顺利利。 并且一开门就有福气进家门。 生肖龙的人。 他们八月份。 得贪狼吉星庇佑。 可喜可贺。 他们不得了百万亨财。 马上还不出门迎接他们。 届时运势上千。 财气更是好到爆棚。 犹如出生的太阳。 横财接二连三来。 再加上人际关系处理的较好。 发财的良机。 更是源源不断来到。 要是生肖龙到时候。 能够抓住机会接到横财。 那么钞票也会源源不断的。 进入口袋。 身材变得轻松起来。 往后更能够。 不断地以前生钱。 赚的时候。 会越来越多富地流油。 令亲戚朋友们看到羡慕不已。 生肖猴的人。 他们整体上没啥大缺点。 快人快语。 情绪来得快。 去得也快。 八、月份开始。 奴仆公德侠财极心照。 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极神相随所求如意逢凶化极。 神志动达幸福如意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敬。 孝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,寿比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大金羊,注意。 明天蜀羊人要转运了。 快来了解。 蜀羊的人,十分聪明。 并且做事情效率很高。 他们从不虚度光阴。 把每一件事情,都保证做得很好。 所以说他们,取得成功比较迅速。 事业上能发挥最好想象力。 敢与去创造机遇。 在接下去的时间里, 蜀羊人引人注意。 自己能在职场中, 表现出非常好的才气。 并且能把握住机会。 让领导对自己的称赞之情, 越来越多。 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快速发展。 最后发财致富。 一切顺利。 蜀羊人明天开始。 他们命理得。 天才吉星, 临命福德功。 那时候好运气到家里。 天才满堂。 假若把握好运气。 此生不急需用钱。 贵人相助八方来。 大喜事连续不断。 财运一年比一年旺。 另一方面。 生肖羊的朋友。 受好运气危害。 工作方面伴随住工作能力。 即情商智商提高。 往后面。 离前程远大更近一步。 蜀相蜀羊的人。 风水学八字命局当中。 将也有三合太岁。 相帮也是有。 月得吉星的来临。 那时候一定可以。 促进总体的财运和事业运。 让蜀相蜀羊的人。 财运大幅增长。 事业运大幅地提高。 生活翻过越好。 蜀羊的人。 正所谓风水学是轮流转的。 明天开始。 总算转来到羊羊家。 这针对蜀羊人而言。 上年的生活太过工作压力。 经济发展层面也太紧吧。 令自身感觉太过压抑感。 蜀羊的小伙伴们。 运势总算很大。 让人眼前一亮。 在日常生活中。 蜀羊的大家会碰到。 许多幸福的物品。 令工作终上。 便还可以游刃有余。 最开心的事是。 他们有机会。 得到一些意外之财。 令大伙儿有点错不如手。 无论怎样必须把握机会。 那样才可以获得。 大量的财富。 健康方面没有特别。 需要注意的对方。 但还是谨记不要吃。 过多刺激性食物。 规范作息。 明日适合让自己。 做一次全身心的放松。 纳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。 所求如意。 逢兄化吉。 神志动达。 幸福如意。 心想事成。 如意吉祥。 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静。 孝口常开。 生意兴隆。 蒸蒸日上。 福如东海。 寿比南山。 年年有余。 事事顺心。 万寿无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。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 留下自己的心愿。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。 自立等人。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